Hello, 我是沈盛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了,大家好 歡迎來到 TOYS TV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除了禁堂食 香港又進入一個新的黑暗紀元 新一浪的黑暗紀元之外 今晚是非常齊人的 所有主持人都在齊道 真棒, 很難得 有觀眾問,會否講十大Best Buy 我想,但坦白說,這裡真的有很多玩具爆 今晚未必講到 所以應該留下年講 或者下星期找個時間 觀眾想聽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題,是個癮 我自己做Live都覺得這個主題是個癮 但可能也怕我順便得失不少玩具生產商 但也習慣了 被人禁口 我想憎恨你的人已經憎恨你了 又是 又對 又對 你又說出了一個真相同道 觀眾問,載好大家 其實這個玩具系列的比例是1比18 這個系列的X-Ring已經出了不少年份 其實我不知道現在鏡頭拍到多少 我現在很努力地在這裏 這麼快圈 是整個畫面來的 嚇死我這麼快圈的 今集先擋住這麼多 下星期再見 既然是這樣 不如看看可不可以進行車子 先說一下車子 先說一下車子 因為德哥正在準備 我看得很開心 真的有很多工具玩 那我們看看車子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海陸甲龍 你玩吧,我講吧 基本上大家都喝了X-Ring的載具一段時間 我都覺得 這麼大型的載具 其實到這一年都少見 今次推出這個海陸甲龍 我想餓了X-Ring載具的朋友 今次就應該非常高興了 見Walker正在想車子 有什麼評論 我比較有印象 這麼多載具 之前也有出過一載具 那載具應該是便宜的 所以車底沒有細節 今次我不知道這載具多少錢 我相信這載具比較貴 不但重手很多之外 首先 八百多元 你看跟之前的產品最大的分別 首先就是今次的車底 是給足功課的 很有真實感 它似乎是有點避震 是嗎 未至於是避震 但構造上每個載具有另一個獨立的關節 應該 應該 沒錯 是可以抬高它的 是我的 什麼事 沒什麼事 剛剛搞的 未必會介紹的Transformer 有時間就說吧 這個載具已經 因為我沒有看說明書 今天我們實在… 很貧能 因為大家太開心 太齊人了 今天內在又製作了甜品 大家是一個… 阿嫂 謝謝 很好吃 不是拆你鞋 真的很好吃 做了蘋果撻 所以今天… 反而我們這裡有一個節日的氣氛 是 好 看看這裡 這輛車後面的門是可以開的 上色很足 有密碼鎖很厲害 重點也好 又不斷說回阿爺的背景 本身也是303海軍的基本裝備 有師兄說蒙 但我看都清 清的 清的 對 因為師兄說 我們什麼年代 這麼蒙人到 這麼沒品 我想 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年代 是他 不是我們 你要自己教 在YouTube上 對 或者你也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YouTube的用法 我想 如果你家裡比較年輕的人 你可以問他 他們通常會聰明一點 OK 好 我們說回海陸甲籠 我剛剛看… 阿姐可能要… 看不看得到車內的內扣 我試試開旁邊的兩道門 讓多點光透進去 剛好我剪了指甲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輪子上 有很多類似避震狀的東西 證明了 這也是一個很高越野性的 偵察裝甲車 只開到一邊那麼有趣 沒理由 當然了 其實在前面這裡 也看到本身 可以加裝很多不同的裝備 包括有防包盾 令到防禦力等等 和火力都有全面的提升 現在正在射入面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看到有個內籠 有座位 這個軚盤和駕駛位置 都做足給你的 在運送這個步兵的時候 就完全顯露到它的作用 我在想有沒有說明書 沒有的 放心 真的沒有嗎 因為我不太肯定 什麼部份可以開 什麼部份不開 嘩 這個Exit Ring 就是這些就樂趣了 我再給大家看這個門口 Ricky 麻煩你瞄一瞄 鏡頭 如果再有人說出口 我看不到 因為我現在沒有了 太可惜了 對 對 我自己作點 大家看到裡面 應該有很多地方可以開 這個故事教訓 我做玩具TV之前 沒有剪指甲 這裡可以開 原本我打算昨天剪指甲 我想今天做Live 就不剪了 我真的不剪 我打算做今晚的Live 我才會剪指甲 我相信這裡不能開 沒有理由不開 奇怪 沒有理由右邊開 左邊不能開 好 好 暫時我開不了這些 本來這個求真的狀況 那就多了 其實我相信現在 整個畫面都鬆到 這架海陸甲龍本身的細節位 無論是內隆 和一個外觀 它的情報量都很充足 你會看到那些 一點點的 我叫風化 我不要叫戰損 那些風化和舊化都做得很出色 所有線都滲透 我相信它還有一些機密 我還未發掘到 先問到尾板會不會開得到 開不開到尾板 好像有一點點關節 對 應該有很多東西可以開 我相信這個東西可以開 但我不要 因為它按照邏輯 這個位置是可以讓人落 是 我相信它可以開 但我暫時還未摸到 尾板看起來 是不是好像有些位置可以開呢 是 一會兒會有Hot Toys 大家好像餓了很久 Hot Toys 是不是開到 我覺得是可以的 對 應該是可以的 對 師兄說清楚地 看到我的手指是飽力滄桑 沒錯 你後面這個是一定可以開的 但不知道怎樣開 因為這個牌子是不流行給說明書 他連官圖都沒有開所有的照片給我們 等一下我們先介紹這個人仔 我們先試研究 也好 你玩車仔 我 阿嘉在 阿嘉 有觀眾召喚你 是 德哥 現在SUN你的人仔 好 好 那我就試試正正 其實 Walker很開心地 在搶車的時候 我也很開心地搶 我覺得近年S-Ring最棒的裝甲服設計 開動 開動 有觀眾說最重要是看氣氛 真是謝謝你們 謝謝 這樣也幫我抖到 對 幫我抖到 好 謝謝 好 警戒部隊套裝 一套兩件 我上次坦白說 都真的讚不絕口 真的不是測鞋 近年這個素體 你真的出多少我都會吃 為甚麼呢 無論是裝甲 外型 武裝 設計 各種 我都覺得 真的站在這個S-Ring的頂端 現在看到兩件 警戒部隊套裝 其實本身 大家看到 基本上 他們的素體 都是一樣的 當然最大分別 就是兩個頭 的設計 始終大和共和國的武裝 主要都是用這一類型的兵種 就著怎樣 將他們安排在一些 比較多衝突的邊緣城市 哨戒 這一個就是 他們主要的存在目的 亦都本身為了 要進軍在大和 這個共和國內更高的階級 默默地在這個城鎮內 維持著這個算是保安的責任和動作 當然 他們穿得這些衣服 都是一些 軍階或武士官階身份的象徵 說完一大輪之後 逐個逐個玩一下 我這一邊 其實看到 它這麼有武士風格 其實它裝備都真的不少 我已經盡量揹上身 盾 刀 槍 槍 另外 本身你看到這兩塊外置的甲刀 是可以脫出來的 有觀眾說剛才爆了些什麼 沒有說剛爆了核核彈 但因為中間有少許技術問題 我們現在重新開始直播 這一個是XRink 我們今晚第一個介紹的項目 是 另外有大家見慣 其實本身 我想就著裝備來說 都是那一類型 鮮鶴式的佐倫 防彈盾 瞄準器 虎毛 暴槍 彈鼓 短刀 等等等等 都在它們兩個身上 背部 背部 掃了 掃了 另外一件 你看到它本身 反而是用這個 突擊部槍 變成Sniper的格調 本身整件 你都見到的 著色是非常之精彩的 德哥這個 是不是不能換人樣 是呀 沒錯 反而這套裝 主要都是 用回它們這兩個風格的士兵款 有這個 沒有時型的頭盔 以及一個 叫做多用途的頭盔 整件東西都很棒 如果說之前沒有特別追開它們幾個 這件東西 我覺得是絕對值得好好的收藏 好 說完一大爛餐 我們又可以回到旁邊的車 我開完了 厲害 我稍微懷疑左邊的門是真的不能開的 是 除了左邊的門外 很多東西都開了 嘩 真的開了 是呀 全開的 大家記住把Focus 放到車上 不要在我的肚腩上 肚腩很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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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位師兄問 尾板 尾板現在可以退下來 是呀 開了 還可以按下屁股 不再容易上車的 這裏還有門開 讓大家看看大小 大大是多少 坐下 不差在 是不是很棒呢 好 或者我側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裡面的駕駛座位 都很精緻 是軟膠的 清楚嗎? 需要我再調校一下位置嗎? OK 這堆東西拿去外拍 真是想起都很興奮 而且又不適合鏡子 這是紋料的玩具 沒錯 不差再安裝一些 多謝各位師兄的量解 不好意思 這些又可以放在旁邊 這輛車如果放了很多人 真的會很有型 是 我現在盡量把所有東西塞上去 它的配件在旁邊 是啊 這裡給觀眾看看 車尾 原來這兩個位置是要這樣開的 這裡還有一塊板 斧頭 斧頭放在哪裏呢? 這裡 我覺得它只是一種 漂亮了和舊化了的 Playmobil 你知道哪裏是Playmobil嗎? 應該是Playmobil 應該是Playmobil 人仔這麼大 然後有警車 有消防車 我小時候沒有玩 因為通常玩Playmobil 就不會玩Lego 玩Lego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裝上去 裝上去 是一件多好玩的事 多謝金主 很帥 神經病 這個加上去的炮台 這裡很有型 是啊 又有了 又有師兄贊助 啊 多謝Derek Chan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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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我真的很感動 看到這輛車 阿傑你厲害 這輛車很漂亮 你厲害 這輛車真的很漂亮 這輛車真的很漂亮 我不用銷售什麼 你自己看 都是那一句 你說有玩 沒有進入這輛車 浪費 多謝 多謝 價錢百塊幾水 全對值 價錢確認 好 什麼 厲害 他可能是 歐洲正在看 沒什麼補充 多謝西環 當露霧 我喜歡你的名字 多謝 多謝 我不知道現在市面 還多不多這件 但還是那一句 你有玩SRing 不用想 你這隻真的是人眼 太漂亮 也是那句